是梅雨无暇 若说梅几月 今生天又雨着她 还是会疼向你在零点零一分 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 寂寞还会见风插着 我拿什么来和她抗衡 我从上到她 凡事都要做到第一位 在前面咬着牙 再累我不留一滴 这世界告诉你 成功又靠自己 双的强奏成功我却不知道定义 天字的声音第三季马上就要开播了 近日第一期节目将进行录制 许多的网友看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档节目前两季办的相当的成功 自然期待第三季的开播 最近参加第三季节目的常驻嘉宾 和部分飞行嘉宾的名单也随之爆了出来 从名单上来看 第三季的常驻嘉宾稍微有些变化 胡彦斌 张绍涵 胡海泉 参加过前两季的节目 第三季继续担任常驻嘉宾 新加入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邓紫棋和周深 邓紫棋作为华语乐坛 年轻一辈的女歌手中的佼佼者 常常担任嘉宾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她的词曲唱样样精通 全能型创作女歌手 论实力丝毫不比同为常驻嘉宾的张绍涵差 同样作为新生淡淡歌手的代表人物周深 这几年发展的风生水起绝对的当红实力歌手 已经挤身为一线歌手之列 如今节目邀请周深参加 让她跟胡彦斌 胡海泉等前辈歌手一起担任常驻嘉宾 这是对她进一步的肯定 除了五位常驻嘉宾 第三季更是请来了70位音乐合伙人 阵容相当的豪华 简直就是神仙打架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 音乐合伙人大多是实力唱将 而且很多都是当红歌手 比如张亮颖 确实没有想到 以张亮颖的实力和咖位 她居然不是常驻嘉宾 而只是音乐合伙人 说白了就是选手来参赛的 可见这一季的歌手是多么的强大 还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毛不易 也将以音乐合伙人的身份 参加第三季的节目 不过一毛不易的唱功 在这种竞技类节目当中 似乎逃不到什么便宜啊 还有陶吉 陶吉在第二季的时候 就是常驻嘉宾 没有想到这一季却只能当音乐合伙人啊 她可是跟周杰伦齐名的四大天王之一啊 大家很熟悉的歌后杨千画 这两年参加了不少内地的音乐综艺 之前上过我们的歌 这次参加天赐的声音 以她的咖位却只能当音乐合伙人 还有方大同 黄玲玲 徐佳寅 阿云嘎等等 都是实力唱将 就看这阵容就知道 这一季的节目肯定是神仙打架 网友们表示 这一季有的看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